《马太福音》第25章 在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地对聪明地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地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 另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恋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圆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中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恋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 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负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 王又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坐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 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 要往永生里去 第二十六章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聚集在大祭司 称为该亚法的院里 大家商议 要用诡计 拿住耶稣杀他 当节的日子不可 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 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 极贵的香膏来 劝耶稣坐席的时候 浇在她的头上 门徒看见 就很不喜悦 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足迹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 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图里 有一个称为 加略人犹大的 去见祭司长 我把她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她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 她就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笑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 你吃逾越节的言席 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到某人那里 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 守逾越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 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言席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做喜 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忧愁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主 是我吗 主 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偷我站守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 拉比 是我吗 你说的是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就剥开 递给门徒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是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和心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 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已先往家里离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计较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碧太的 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赴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辈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不能同我 警醒片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又来 又来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来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事后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啊 卖我的人 尽了 说话之间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 那卖耶稣的 给了他们一个暗号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 请拉比安 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做的事 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 下手拿住耶稣 又跟随耶稣的一个人 伸手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说 手刀入鞘吧 烦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差遣 十二银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坐在殿里 教训人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 为了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拿耶稣的人 把他带到大祭司 盖亚法那里去 文士和长老 已经在那里聚会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直到大祭司的院子 进到里面 就和差异同坐 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长和全工会 寻找假见证 控告耶稣要治死他 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 总得不着实据 末后有两个人前来 这个人曾说 我能拆毁神的殿 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 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 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 叫你启示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 他说了健忘的话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了 这健忘的话 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基督啊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前来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 却不承认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即出去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 拿撒拉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启示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前来 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挡的 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咒启示 我不认得那个人 第十 鸡就叫了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一线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鸡叫一线 他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